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近日在德國,出席船拍海視展覽活動中,正面回應有關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衰退的問題。 正如林世雄所言,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容易受到外圍經濟影響,又指出已制定行業綱領,相信能夠在未來提升競爭力。 不過,我們確實要清醒的漢道,香港近年來遇到區內港口的競爭,2023年航運的吞吐量已跌出全球十大,如何加快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? 需要局方有系統性的規劃,若不計算吞吐量,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依舊鞏固, 這得益於香港擁有獨特的區位和制度優勢。正如林世雄所言,香港視座擁一國兩制優勢, 海口清關高校及國際聯繫性強的國際航運中心,有堅實的法治基礎和獨立司法機構等。 特區政府早前推出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,提出十大策略和32項具體行動措施, 其中包括要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,透過建設綠色智慧港口,推動綠色航運等,以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競爭力。 現起的關鍵,就在於如何加快落實,並迅速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。 特區政府官員在國際上推介香港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,但只講無用。 事實上,特區政府在經濟發展政策上,應當更加勇敢的開拓。 當中核心要解決的,就是要秉氣。 大市場,小政府的政策思維,跟新加坡,內地等周邊的航運中心相比。 香港最大的劣勢,就是港口的資源掌握在私人機構手中。 儘管多年來,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建成,有賴於包括商業機構在內的持份者努力。 不過,在面臨當前需要快速轉型的階段,當局應當主導航運中心的發展主動權。 在港口土地活化,港口運作自動化,以及區內港口合作等方面主動統籌, 推動行業加快轉型發展。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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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